因為我只想打不到藍綱 我不知道地在那邊拒絕 一踢就會整個人迫出去 就會很危險 交通燈損壞 藍綱被人拆了 經過連場示威衝突洗禮 普通市民過馬路的時候 都要特別小心 對於新名的譚先生來說 更加是月級挑戰 最大的危險就是我很多時候 沒有條爛來看著 我們不知道就會衝出去 衝出去因為那輛車 我後面過燈就來到這裡 而前面的車是正在走著的 我就很容易衝出去 就被前面的車撞到 近日港鐵間不中風站 都嚴重影響他的生活 樓下附近是沒有巴士出走路 我迫著就要留在家裡 因為我沒有什麼能夠替代交通工具 我只是搭火車出來 以輪椅代步的馮先生 出門都是主要依賴港鐵 但是就算入到站 都要擔心 擔心的是 這一刻我上到地點 但不知道那刻去到會不會是暫停 或者要我們去另外一些站 最主要有一個問題 我們會怕電量不夠 尤其是回程 因為回程的時候 可能我們預算 今天車充滿電 去到玩完回來是夠的 誰知道去到 壞了 我們可能要在前一個站 下車再滾回家裡 我們就很擔心了 港鐵表示截至今個月7日 有大約40部升降機 1200部出入雜機 三部輪椅升降台 和245部乘客資料顯示平等 無障礙設施被人破壞 正盡力復收 路政署就說 行人欄杆並不是專為引導視像人士的交通設施 處方正檢視各個損毀地點 按情況安排裝回欄杆的優先次序 亦都在有待復收的位置 是想交代作警示 東網記者 曾卓敏報道